第十一课 读书好,读好书,好读书 课文一 马克介绍自己学习汉语的方法 你来中国才一年,汉语就说得这么流利,真厉害! 谢谢!其实我的语法不太好, 很多句子说得都不太准确 但是,我看你跟中国人交流没什么问题,你是怎么做到的? 平时多交一些中国朋友,经常和他们聊天 听说能力自然就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另外,我建议你坚持看中文报纸,这样能学到很多新词语 你太厉害了,连中文报纸都看得懂 刚开始肯定有困难,不过遇到不认识的词语,你可以查词点,然后写在本子上 有空就拿出来复习一下,慢慢地就会发现中文报纸也没那么难了 生语,流利,厉害,语法,准确,词语,连,专有名词,大位 课文二 小夏和小雨聊考试的情况 考试结束了,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? 说真的,我不太满意 这次阅读考试的题太多了,我没做完 两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来得及吧 这次主要是因为我先做了比较难,比较复杂的题 结果花了太多时间 后面简单的题我虽然会,可是时间来不及,最后只好放弃了 其实,我考的也不怎么样,有几个填空题不会做,有几个选择题,实在想不出来该选哪个,就随便猜了一个答案,结果一个都没猜对 看来要想考好,不但要认真复习,还得注意考试的方法,否则,会做的题也没时间做了 生词 阅读 来得及 复杂 直好 填空 猜 否则 课文三 小李告诉小林阅读的好处 你的客厅里怎么到处是书啊? 这些书你都喜欢看吗? 当然,我每天都要看书 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,只要打开它们就会发现,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,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 想不到你工作那么忙,还能每天坚持阅读 如果三分钟读一页书,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十页 每天花半个小时来读书,一个月就可以读三百页,差不多就是一本书了 是啊,一个真正爱看书的人总能找出时间来阅读 坚持阅读,除了能增加知识外,还能帮助我减轻压力,人也会变得轻松起来 生读 读读 读文4 根据调查,阅读能力好的人不但容易找到工作,而且工资也比较高 怎么才能有效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呢? 做读书笔记就是其中一种好方法 读书笔记有很多种 最简单的,就是把自己喜欢,或者觉得有用的词语和句子记下来 另外,在看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,还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然而,你不能完全相信书本上的内容,要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坚持做读书笔记,对提高阅读能力有很大帮助 生词 文章 知 内容 然而 看法 课文5 读书好 读好书 好读书 虽然这句话只用了三个相同的汉字 但是,不同的顺序却表示了不同的意思 首先 读书好说的是,读书有很多好处 其次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把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完 所以,要读好的书 最后,好读书就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使读书真正成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阅读有许多好处 它能丰富你的知识,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时,它还会丰富你的情感 使你的生活更精彩 所以,让阅读成为你的习惯吧 声读书相同 顺序 表示 养成 同时 精彩 推荐 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